大家好 我是政治成功追求王的Johnson 然後剛剛的話是感謝兩位同學們 就是宏圖還有 楓森 對 楓森跟宏圖他們就是幫忙 就是來寫作這個專案這樣子 對 然後 楓森是提供一些資源 就是說 提供一方向就是 其實縣市長他們是會需要到議會去做那個實證報告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直接拿實證報告的一些結果 他們會放一些投影片跟就是會議紀錄 這可以拿來做所謂的進度來源 進度更新的來源這樣子 所以 之後進度更新我們可以直接來這邊找 那至於承諾部分要去哪裡找 我們可能還是要找到一些宣傳報告 這樣我們剛剛把這個宣傳報連結 標完 就是連完了 那拿到資料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來 就是讀這個資料 然後就是把它實際的填下來 那下面是財政會政府 所以剛剛是宏圖就是把一個 就是林嘉隆在競選的時候 他的那個網頁裡面的所有證件 把它一個一個拿出來 然後標成一個一個的 就是很實際的promise 例如說先建一萬戶 收益住宅只住不賣 住金七折 然後誰為主要對象 這些都已經寫了基礎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做的部分呢 則是新北地政府的部分 可是新北地政府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朱立倫他的網站裡面只有寫 DUIT 然後其他什麼都沒有寫 所以我只好拿 我只好拿就是 東森他提供的這個就是 就是他有一個 他在開會的時候啊 總不能說DUIT 所以他在四年前上任的時候 有做一個所謂的施政報告 然後這裡面就有寫一些內容這樣子 那雖然說施政報告其實 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前朝 就是之前的 就是一直都還進行的專案 不過anyway總比DUIT好一些 所以就是把它漸漸的 就是慢慢的填填填填下來這樣子 盡量的 對還有還有四十幾頁還沒有看完這樣子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丟進我們的 丟進我們的JSON 然後再進去網站裡面 現在網站是會動的狀態這樣子 是現在 庫學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問題 對 最後就是 早上的時候 對我把那個大婆更新了 對好以上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